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多多关照 这位男嘉宾来自百合网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的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她能喜欢我给她写信 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表达感情的速度太快了 我可能用两秒跟一个女生说我喜欢你 两秒就可以跟 是啊 你打字的话 两三秒你就可以打字打出来吗 那你打这几个字一定很熟练 没有的 但是如果我想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我可能需要半天 或者我最快也要两三个小时 这样可能会更能充分地表达我对她的思念 其实我今天也有装过来一封信 如果今天我能牵走一位女生有幸的话 我想给她看 但是我想先念一个小段落 写给未来的她的 有点纹皱皱的 所以希望大家见谅 我们受得了 我不知会以什么样的姿态遇上你 可能西装打领或许衣衫蓝绿 有时我会自己想 如果能和你走在草原丛生的小路 你穿着红色的长裙 披散着如墨似玉的绣发 当风吹起你的头发 又恰好看到你回眸的一笑 赤脚欢快地走在小路上 那么我的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个景色 3号 我是3号女生 我叫陆莉莉 今年27岁 是一名医疗器械销售经理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写信这个方式 然后我自己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也很喜欢这个写信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像你写信是怎样的一个频率呢 这个东西可能要看我们分开的时间多长 如果说每天都在一起的话 我可能写信的频率会低一点 但是如果在心里认为 我已经很久没见你了 我可能就会情感会写出来 然后选择游给他 就看他心里憋了多少词 对 如果憋的实在太多了 他就在写一封 好 第二个问题是 我不希望他讨厌我没完写小作文 你看吧 写完信写小作文 你的一生都在写作是吧 并不是 就是我平时会喜欢看书 然后记笔记 然后我觉得这个心得我很喜欢 我就想分享给他 然后我可能会打出来的字会多一点 我觉得很浪漫 很浪漫 特别像是校园笔记 就真的是大学上课的时候记得这种 对 黑色的字是书上的 然后红色的字是我自己的理解 马宇哥 男嘉宾 你好 我看到你的这些小习惯 然后突然想起 我之前跟前任有过一小端异地的感情 然后的话我也会有写这种类似你这样的小东西吧 现在可以简单地给你们听一下吧 当你思念我的时候 无论你身在何处 在做什么 你的目之所及都会是我 山间的风是我 枕边的阳光是我 当时其实是想告诉他 我永远会陪在你身边 不管人在不在 但我的心永远跟你在一起 但我没勇气给他看了 为什么呢 我可能是比较 那种害羞的一个人 如果对方表现得不是很热烈的话 即使我很想他 我也不会告诉他 但是其实我是那种比较勇敢的 就是如果我喜欢一个人的话 我会大胆地表达出来那种 所以如果只要我写出来 就你一定会收得到 就是如果你收不到 我会问你 就是你又没有收到 我会这样 看来我们俩性格差异还蛮大的 13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我上学期间是没有手机的 我是用那种本 然后写的日记 标上几月几号 就是我发生的事情都会记录下来 然后见面给你 就让你知道我每天干什么 我没拿手机 但是我也在想你 14号 男嘉宾 你好 比如从前我也会给男生写信 但是后来我发现 很多男生非常讨厌这个行为 他们真的觉得很烦 所以我想问你 为什么会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爱呢 其实我主要是觉得 我觉得事情应该慢慢地来的 我可以慢慢地认识你 慢慢地去了解你 有些东西叫做好事多磨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14号说的 的确是有个问题 就是有些人他习惯口头表达 有些人他习惯收到文字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要匹配 就会特别好 那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辨别两个人 是否合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是 对 老师讲得非常好 黄岚说的是一个就是 如果两个人都有这种文字表达的习惯 比如像马雨哥这样 像他这样的 你一篇小作文 我一篇小作文 谈个一年的恋爱 可以出两本散文集 有一些男生是比较反感看到 大段的文字的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 他们并不是阅读有障碍 而是在生活中 当女生给男生发小作文的时候 基本上是表达 负面不好情绪的 所以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经验 只要女孩发小作文一定是吵架 你想想有没有那种可能 是吧 确实 确实 好 来看片子 小颖 今天演图巾 得嘞 老爷 待会儿就去 我叫尹仲 15岁开始学习舞蹈 18岁考入舞蹈学校 获得过陶礼杯河北赛区金奖 参加过央视国家宝藏舞蹈的录制 现在24岁 是一名专业的舞者 去年我也和朋友 和开了一家舞蹈服训班 深知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 我一直对学生严格要求 歌舞团是我的另一个家 这里大家一起说是同事 更像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别落了 别落了 都到许美 没到的举手 抱抱成长 我没到 你又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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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天气真的挺不错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明天再来也是最好 是吧 听队 对吗 听队 兄弟 咱们是不是少上了一个人 可是是 我喜欢歌舞团的日常 热闹 不孤独 舞蹈我不懂 看老爷吃的一个 从小就跟老爷下相机 直到现在 每天都会下几局 基本三棋分 当然是我三 可能在同龄人里边 我算还可以 但是和老爷那个年龄下 还是不行 别人可能会更喜欢喝酒蹦击 但是其实我是有一点理解不了 可能我觉得下象 其实写书法更有趣一点 如果说一个人性格比较细腻 比较带有锋芒 他写出来的东西 可能会更细 更鲜 一个人如果够人厚 够宽广 他写出来的东西 可能会更言论 更厚重一点 未来想跟女朋友 一起学瘦晶体 5米5的字体都准备好了 就等你了 我再将你晕 你期不见着 好久没下了吧 往什么去了 疫情期间 参加报名了志愿者工作 都是街坊邻里的 工作开场的其实很顺利 当时还给我颁发了一个志愿者证书 经常会遇到找我聊天的阿姨 小伙子今天几岁了 现在有你朋友吗 没有 没有啊 那正好我家有个闺女 能不能加个一起 是真的被他们可爱到 我怕又要被捞到了 所以我来《非诚勿扰》找对象来了 你是歌舞团的是吧 对 我是学舞蹈的 证明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可以 那您帮我拿 谢谢いうこと 谢谢大家 听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七号 我看男嘉宾简直是看翻版的自己 从男嘉宾从事的工作和我是一样的 还有看VCR嘛 他是疫情防控座的志愿者 然后我也是 我就感觉他的经历和我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能感到身受 包括舞蹈声最重要的是把情感放在舞蹈中 我能看出来你是有一定经历的 我这个原创的作品叫《俄极》 在盟语里面是母亲的意思 当时我的母亲在北京工作 我有一个表弟和一个表姐 就觉得为什么他们的妈妈全都在身边 我的妈妈却在北京工作 可能从小对母亲有一些更向往吧 因为可能缺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作品就是怀念我的母亲的 我想问一点男生建议姐弟恋吗 因为我周围好多这样的男生 基本上都会找一个比自己大一点的 想照顾自己一点的 我可能是那种 我会在现实生活中照顾他多一点 但是可能我需要他去补充一下 就是做到事实有回应就可以了 剩下的我可以去完全包容他 去照顾他 徐美云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是徐美云 看到你跳舞很好 其实我从小的时候也开始学跳舞 然后大学期间 我的膝盖冰骨错位过两次 然后医生也是建议我不要再跳舞 所以也想问问你在学舞这么长的时间里 有没有过一些伤痛 有过 就是 我是学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的 就是他会有技术技巧 然后就出现过一次受伤 当我蹲下来的时候 我只能蹲到这里 因为我左腿的跟腱太短 当时医院的大夫就吓唬我 说如果隐正你再去学这个 那你这条腿就保不住了 我当时其实挺慌的 但是我认准一个东西的话 我会去一直地去追求 然后大伙都不太认同你 但是什么东西 它都不是一定会有结果的 但是如果你不去做 那肯定没有结果 这男嘉宾好像做事情很投主 对 他跳舞的时候都带着感情 你看他写的那封信也是充满着期待 是的 1号 男嘉宾 你好 在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当中 他们更多的还都是以娱乐 消遣和工作为主 你说在我们这个年纪 心里面就是要给自己沉淀一下 你是不是心里年龄要比你的实际年龄更加成熟呢 就是我觉得我喜欢书法和相机 但是如果你叫我去唱歌 吃饭如穿的话我也会的 就是这是一个小方面的乐趣 就是还是一个充满要力的年轻人 可以 谢谢 看下一条片子 我的初恋在高考结束后 我考的还不错 可以去梦想的海南三亚上大学 但是女生成绩不理想 我想你理尽一点 能不能为了我别去海南 我当时并不想留在河北 但是她每天都问我 你爱我吗 你真的爱我吗 爱我为什么不能留下来 为了她 我选择了留下 但开学前 我却发现她和另一个男生亲密聊天 她是谁 我喜欢她 她干脆承认 我也干脆提出分手 现在其实已经不再遗憾了 那个时候我就这样讲 大一大二的时候做梦 就是脑海里做梦 都是想我回去复课了 我又考了一遍一号 未来再也不会轻易妥协 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如果对方真的爱你 不会希望你丢其坚持 大一的时候 学校联谊活动 需要和学姐合作出一个舞蹈作品 就认识了比我大一届的她 我们每天一起排练 结束后也会一起吃饭 我们去吃虾吧 可以啊 她很喜欢吃虾 你为什么不吃呀 其实我不爱吃虾 就这样 因为虾的爱情开始了 之后每顿饭 我都会给她包虾 因为喜欢 所以我愿意陪她吃 自己明明不爱吃的菜 大三以后 我跟着歌舞团演出 两个人的相处时间慢慢变少 她忙学业的时候 我们还是很甜蜜 可一旦她闲下来 就开始跳舞谋病 你说我谈恋爱干嘛 你天天都不陪我 那我每天这么忙 不也是为了以后 我们两个人美好的将来吗 就像这顿饭 那我们先把钱赚出来才行吧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忙的话 可能我们两个人 就不会吵架了吧 我这个人 还是对未来有期待的 我认为你的另一半 它都是你人生中的战略伴侣 而不是说你们两个是 弥补对方感情上 控制的那种 我认为还是挺说的 你是否能在一个世界上 帮助她 你是否能在一个困难的时候 挺身而出 这些很重要 我一直觉得 我的心理年龄最近30岁 身边的同龄人 大多喜欢小打小闹 喝酒蹦迪 但我更期待 我们一起吃的每一顿饭 在细水长流里 我们能成为彼此放松大胆 交流的唯一 17号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我也非常的忙 你也非常的忙 那怎么才能维护好这一段感情呢 如果说两个人都很忙的话 我会尽我的权力抽出一段时间来 就好比说我在跟老师聊天 我会拍个照片告诉你我在干嘛 如果说我喜欢一个人的话 我会尽我的权力去给他安全感 但是 其实我忙起来的话 我会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然后如果是男朋友的话 我觉得可以晚一点回他 如果这样的话你建议吗 回就行 时间那个东西多的是 如果说能走到最后 我还有很长的时间 几十年的时间和你在一起 我不会在意这一天 二号 你好 男嘉宾 喜欢书法 喜欢下象棋 或者是写信这些行为 我觉得都是很认可的 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些行为 让我感觉到你很喜欢 比较安逸一点 慢一点 但相反 我是一个很喜欢节奏快一点的 我恨不得把我明天后天的事情 都做完 恨不得把我明天后天 想说的话都说完的那一种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如果在一起 可能会太多的拉扯 所以我就灭灯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怪我 怪我 怎么回事 你死在二号手里 没事 来 十七号 其实这个小姐姐她说的那一个点 就是完全是我想说的 我也是一个快贼奏的人 我不会像她一样 就是写书法下象棋 而我会选择出去玩 和朋友们出去交流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度过时间 谢谢 走吧